Hello,大家好,我是永哥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道油焖笋煎 油焖笋煎是江浙这边每年春天必吃的食鲜美味 老话说,三月培笋煎胜过于阳鲜 就是描述这个菜的美味 要知道春笋又名雷笋 在每年清零节前都是最鲜嫩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油焖笋煎的做法 今天我准备了一斤笋煎 这个笋煎已经去除了根部 只保留了笋煎最嫩的部位 这样做出来的笋煎软糯好吃 我们把笋煎放到案板上 用刀斜切,把笋煎逐个切成段 然后把切好的笋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小香葱三根 用刀切断,放入盘子里 我们锅里多加一些油 然后加入三克食盐 油热后,倒入香葱段炒香 然后加入笋煎煎 煎炒酱虾后,放入一勺蚝油 五克白糖 生抽一勺 老抽两克 翻炒树虾 然后再倒入一些清水 倒入清水后 小火焖至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可以让这个自然收汁 如果你特别爱吃汤汁的话 你就可以多加一些水 刚开始 现在我们的油焖笋煎就炖好了 可以起锅装盘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就请试试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永哥四方菜 每天带着您不同的美食 有点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